陰道镜检查 并变了高危因素 频繁性交 或者说反复的弓腔内操作 或者说反复阴道炎 这些高危因素它不存在 所以这种没有通房的女性 常规是不需要做阴道镜检查的 如果出现以上的症状需要确认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检查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弓腔镜 做很细的阴道内镜的弓腔镜检查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很细的镜子 不破坏处女膜的情况之下 然后也可以取活检 并不需要用阴道镜来做这个检查